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那几种场景之外 那几种场景我们都是很详细的讲解并且演示了 我们这样呢再补充几种场景 当然这几种场景我们不打算那么详细的去演示了 当然我们会照着PPT来现在看一下 第一个呢是还是NodgX中 NodgX中处理HTB请求 然后多进程通讯 这个其实也是用的自禁音实践 大家可见自禁音实践在NodgX中用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广 也就说明观察者模式在NodgX中用的特别广 对吧 然后呢是Vue和React组件生命周期出发 组件生命周期这是我们写React或写Vue最最常用的一个功能 它的出发其实也是相当于一个观察者模式 至少来说是个发不定义的一种模式 然后呢再是Vue的Watch 就是Vue的一个监听这个Data变化的一个API 其实你说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吗 当然肯定还有很多很多 但是我们没法去每个都case by case的去举例子对吧 不能每个都挨个的举例子 我们只能说举一些比较常用 而是举一些能举一反三的 比如说我们的一开始讲NodgX讲那个自禁音实践 那讲完这个之后 其实NodgX中很多这种场景 我们都可以通过自禁音实践这个方式来学会对吧 还有就是这个Vue和React的一些机制 然后我如果是把这块给你说了 把这块给你说了 其实你如果遇到其他的基本上你也就明白了 所以说还是希望能炮装你举大家举一反三 好那我们就截图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大家看NodgX中这个GDP请求的处理 大家看我鼠标 当我们接受一个post请求的时候 那其实这个request也是可以on data 就是说一点一点接受数据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接受post请求的时候 它其实请求回来之后还是一个流 就相当于我们读取文件那个流是一样的 也是一点一点的接收数据 接收完数据之后我们可以放在这个truck里面 我们可以.tooth join来获取它的一个自图刷的形式 然后呢也是可以接受.onend的这种接受的时间 大家看接受之后我们就可以.write data 对吧 当然这里用到这个attp的知识 我们这肯定不会从零开始讲了 就是我们这默认就是你已经了解attp的一些基础知识 所以说我们这就直接去讲这个post的这种形式 如果是有项目经验的话 或者说有很多项目经验的话 你这个post对于大家来说都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这个地方要注意 就是nord.js接收post的请求和那个读取文件流的形式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流 所有的流都可以执行这个on data和onend的这种形式去接收 好这是处理请求的形式 下一个呢是端进行通讯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个parent.js 然后我们通过这应该是.fulk 就是后面少了一个k.fulk 这个sub.js生成了一个新的进程 sub.js就是下面这个 大家看就是说它怎么生成进程 这个先不要管 这是另外的内容 但是你从一个主进程中放了出来一个新进程 就是从一个主进程开了一个新的进程 这样的话 它肯定得需要通讯这两个进程 对吧 如果是说完全没法通讯是一个孤岛 那开个新进程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意义对吧 那我们就通过什么去通讯呢 就通过这个onmessage来监听来收到的信息 然后.send去发送信息 当然这个子进程中也是 也是onmessage来监听信息 这个.send来发送信息 这个也是一种发布定预约或者观察者的模式 对不对 好 然后这个是一个react组件 其实voe的组件也差不多 react组件里面 你看生命中期有这个runda和这个componentdatemount 当然还有其他生命中期 我这儿没有写 大家想一下 就是不管是voe还是react 它的一个组件 它的一个组件其实都是一个过渡函数 对不对 就像一个classlogin 就是这个登录组件 它其实就是个过渡函数 那我们生成一个组件 其实就相当于过渡函数 加个函数 这都是一样的对吧 也就是说我把每个生命中期 每个阶段的这个回调函数 我都把它放在这 然后当组件执行到那个生命中期 或者那个状态的时候 它会自动给我出发 这就是这种生命中期的回调 也叫生命中期的勾子 思路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voe的watch 就是比如说这是voe的简单的一个对象 简单的一个实例 然后它有first name last name 还有这个phone name 那我们可以监听这个first name last name 然后执行个什么东西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发布领域 或观察者的模式 对吧 比如说它的实验原理 其实就是 我先把这个watch给写上 对吧 写上之后 我先放在那儿 看看它是不是会改 如果一旦改了这个first name 或last name 然后我就会立即出发 这两个观察者 对不对 那如果不改呢 不改那就不出发了 对吧 那就写上就白写了 好 那我们所有的场景都已经讲完了 基本加起来也得七八个 是吧 所以说这个设计模式是我们 所有设计模式中场景最多的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设计模式 最后呢 我们试验原则验证 观察者模式呢 它其实就是将主题和观察者分离 不是主动出发 而是被动监听 两者皆有 主要是这个 就是发布订阅的这种方式 就是相当于 还是我们回归到一开始的实例 就是如果是你点了一杯咖啡 然后你坐在那坐等 等一小时也是 等半小时也是 你会吃得了吗 你不会吃得了 对不对 我点了一杯咖啡 那我就坐在一边 我看个电视 我玩个游戏 然后他什么事好了 什么事叫我 那这样我多舒服 对吧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两者解药我了 对吧 跟这个主动出发和被动监听 这个完全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说这个肯定是要符合 开放设计原则 这个其实想都不用想 如果是他真的不符合 开放设计原则 怎么可能被这么广泛的去使用 对不对 好 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 好 介绍和实例 大家想一下 我们介绍主要是说了两点 第一点是发布和订阅 第二点是一对多 当然我们这个一对多 我们后来解释 应该叫做什么 应该叫做一对N 一对N呢 这个N有可能等于一 有可能等于二 有可能等于三 对吧 所以说 大家不要纠结 说有些场景下 我们是一对一的关系 它其实是具有一对多的能力的 只不过呢 这个场景的需求 它是需要它一对一 实例呢 我们当时举了像 订牛奶啊 订报纸啊 以及点咖啡啊 这种实例 大家应该日常生活中都能理解 然后UML类图和演示 然后我是照着这个UML类图做了一个演示 其实那个演示啊 在我们实际应用中 其实没有人会那么干 就没有人会亲自去写一个观察者模式 当然这种情况也不能说完全排除 只不过是说 在我们大部分的场景下 不会去直接写 就已经有现成的用了 通过那个演示呢 我们能亲自体会到观察者模式 它的本意是什么 还有就是如果是有人或者公司要求 让你从零实现一个观察者的一个库 或者说框架的话 那你照着那个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是场景 大家想想我们讲的那些场景 网线设计的绑定 对吧 然后是promise promise.z 然后是require的callbacks 对吧 就是自定义回调和自定义实践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又花了很长时间讲了那个NOTOGS的自定义实践 自定义实践讲了一些基础 然后呢 我们又讲了怎么去计程 最后引导到这个NOTOGS的这个stream 就是这个流 它是怎么使用自定义实践的 是吧 我们弄了一个很大的文件 读取它里面所有的字节数量 以及它行的数量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又补充了几点 你像那个NOTOGS里面的ATDP的处理啊 多进程的通讯啊 还有VUE的WALT的这个API的使用 以及说这个组件生命周期 它也是用了这种机制 OK 那这一大解就讲完了 这是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观察者模式